转过来了 这个是领边 这个这儿呢 我们就开始织后片 后片呢 我们怎么织呢 在这边加出40帧 在这边加出40帧 中间我们准备挑35帧 这样把后片帧数就全加出来了 加出来以后 两边的这40帧 按8帧以银反的银反过去 所有的银反完以后 银反的时候 全部织是上下帧 现在我们先把这边40帧加出来 加完以后 我们从这边往过织 织到这儿以后 在这儿挑出35帧 再把这边帧数加出来 加出40帧以后 再往回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做银反 这样一个一个做银反 我们现在中间挑完整以后 这个左边夹着 我们用左手套 这样往上套 套40帧 左边40帧加完以后 我们刚开始这行 得给它这上帧 因为我们看着反面支的 所以要注意正反面 还有一点要注意 我们后片总帧数呢 还是单基数帧 基数帧呢 我们两边的帧数 一定要注意让它是下针 就这边这针数 右边这一针是下针 左边这一针是下针 这是在正面看 现在我们这个后片肩板 这银反织完了 织完以后 我们下边呢 就可以织平针也行 你织点花也行 这个你自己就随意了 完了 我们把后片织到织笼这儿 大概18厘米左右吧 往下织 织到18厘米左右 完了我们就先不要织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这个后片 基本上就是织到这个18厘米了 这边上这18厘米 这儿就是加完针以后 不跟大家说吗 八针一引反 八针一引反 引完一直到头 就是整个织的是上下针 其实现在你看得很清晰 基本上是上面上下针 完了底下这儿呢 你可以织平针 也可以织点花样 我这个呢 也是特简单的 你从反面就看出来了 就是三针下一针上 完了织了四行 稍微一错针 就这么织的 第一 是